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是Delta变种 我们在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在新冠疫情发生到现在 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变种 并且这些变种都是以希腊的字母来命名的 比如说Alpha变种是英国变种 Beta变种是南非变种 Gamma变种是南非变种 巴西的变种 那么现在谈虎色变的 引起全球注意的就是Delta变种 也就是所谓的印度变种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这个印度变种比起原先最早的病毒 它的传染能力增加了60% 同时的话也有公共卫生的数据显示 对于打过Pfizer疫苗的人来说 对于Delta变种的保护力从过去的95% 现在降到了64%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看到在美国果不其然 很多的阳性的病例都是由Delta变种所引起的 而且这个比例是在不断的增加 基本上是每隔两个礼拜就翻一翻 那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在某些的州 比如说阿肯萨州等等 那么这些的州实际上已经超过80%的病例 是由这个Delta变种所引起的 即使在我们的加州 特别是南加州 Delta变种已经猖獗到一个程度 以至于当地的公共卫生部门在南加州 已经恢复了大家在室内戴口罩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就是要来遏制Delta变种不断的扩展 那么究竟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继续打疫苗呢 我们对于这个Delta变种以及现在还有一个新的 在加州出现的Epsilon的变种 它是有三个这个突变点的这样的一个变种 会不会造成更多的所谓突破性感染呢 也就是说你打了疫苗过以后 你仍然会感染呢 那么这些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来谈 我们也会把一些的具体的临床数据 以及目前Pfizer也好 和其他的疫苗生产的厂家也好 他所推出的一些新的建议 像CDC以及FDA所提出的新的申请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但是其实千句话并一句话 不要慌 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当然是要跟大家分享讯息 出发点其实是因为大家彼此关心 因为我们是同样一个社区 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如果您还没有机会去打疫苗 有可能的话 希望能够尽快的接受 特别是mRNA 这有两种选项 我想您都很清楚 Moderna或者是Pfizer 因为事实上 至少以Delta变种来说 mRNA 事实还是相对有效 刚才少阳讲的也没错 它的有效度是会降低 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有疫苗的抗体在体内 确实能够帮助面对新的变种 新的变种 我们以前也谈过 Delta是双变种 我们现在暂时先不讲三变种的 这些Obson 而是光讲双变种 因为它的这个变种 有一个就是会躲过 人类正常免疫体系的一个雷达 好像做一个防雷达的 一个入侵的飞机 这确实是比较危险 我们也注意到 在这段时间 已经开始有区域性的感染 还有族群性的感染 那么大家对区域性的感染 还没有那么样的敏感 只是说比如说南洛杉矶 南加州以及其他一些地区 那我们也知道族裔性 事实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统计数据 那大家确实是要小心 特别是在经济重启 准备回去工作 还有社交的时候呢 还是确实要 即使打了疫苗 也是稍微要还是保持 一件合适的 不管是距离或者是口罩 看来是有这样一个必要 那么我想其他的讯息 我们来慢慢谈 但这一点的一个提醒和建议呢 确实是很实际 当然你可以从各样统计数字来说明 它理论上有像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负质 但我们知道所有的医药都有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不打的人 其实在最近的未来 在Delta已经成为很明显的一个主流的时候 其实危险性是非常明显的 刚才那个上次提到这个各种疫苗 对这个Delta变种的这个保护能力 那我补充一下 他刚刚讲到一个是64% 那其实这个64%从以色列来的数据 那英国、加拿大、美国都有做 准确的讲是60%几到90% 可以达到90% 那那Fizer前两天拿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数据 跑去跟这个FDA说 我们要开始准备做打第三针的这个实验 临床实验 因为你看这个Delta变种 对这个在以色列1月、2月打的那些人来讲 他们的抗体已经不够了 所以那今天那个FDA跟CDC出来说 没这回事 说这个我们看到的数据挺好的 这个MMA这些疫苗 对这个Delta变种是非常有效 所以呢 那我个人是觉得以色列的那个数据 那个数据量还是比较小 那我觉得Fizer提前准备是很好 但是我甚至觉得他做一下实验也没什么坏处了 但是从一个这个信息的角度来讲 并不是说我们打的这些疫苗就就没有效了 因为60几的话其实并不是特别高 我个人认为说我们像4月份打的 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应该属于90%的那一方面 所以我个人是不会有什么太紧张 那但是Delta变种对没有打疫苗来讲 确实是一个比之前的这个病毒是大很多很多很多的危险 因为有些人 当然有很多人是他身体没办法打疫苗是一回事 但有些人不愿意打 他觉得说我我安全了 我很小心了 对吧 我一直这么下来 我也没得 为什么去打疫苗 对吧 可是问题是多了60%的传播能力 也就是说你要比以前更加小心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大家都开放了 你很难跟以前那样的生活 对不对 你肯定有更多的机会是要是会想要出去嘛 所以我觉得能够打的还是需要打 因为因为这个因为这个风险增加了 你你必须也要增加你自己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手段 那打疫苗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段 当然有可能有副作用 所以你确实要是跟你的医生谈一下 但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副作用是一种 rear event 是一个很 事先你是不知道的 事先你不知道这个会发生 但是那是很低很低的概率 当然很低很低的概率 如果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当然是很不好 但是你想一下 从一个社会的角度 这个我们除了生病 就是打疫苗 只有两个办法 才能够恢复正常 不然这个这个病毒是不会自己走的 那么想到这个副作用的时候 记得一月份的时候 美国一天是多少人 三千多人 对不对 那你现在所有的这个疫苗加起来 的副作用加起来 不如那一天的损失 你所以其实这个疫苗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一个好处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想 如果居然对这个社会有好处 我跟别人也没什么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都打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对你个人对社会 都是都是有巨大的好处 那么其实有几个是在民众当中的迷思 第一个迷思就是说 那我打了一针是否和打两针 同样的对这个病毒的防疫力呢 是一样的呢 实际上有太多的临床的研究的数据 证明了说必须要打两针 才能够达到来防护的效果 那么还有人说 我之前不幸得过了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自然免疫了呢 实际上呢也有太多的医学证据证明了 就是因为自然得到这个新冠的病人 他哪怕康复过以后 在他血清当中的 他的综合抗体的量 是远远低于打过疫苗的人 他在身体当中所产生的综合抗体的量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看到不乏的报道 就是说这个人他得过了 可是过了几个月他又得了一次 打疫苗虽然对于Delta的变种呢 听上去好像防护能力不像以前那么高 以前是95% 那么现在呢 在以色列的数据是降到64% 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那个数据呢 要比64要来得高 但是最重要一条呢 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在武汉也好 是后来在印度也好 都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大规模的人群得了病以后 得不到医治 当地的医疗资源呢 得到挤兑 瘫痪 那么这个才是最最危险的 那么我们知道说 你得了这个新冠的肺炎过以后呢 有几种可能 一种可能 我们就是常常听到说 叫做无症状感染者 换句话来说 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但是呢 他仍然有传播能力 他会在这个整个的社区进行传染 还有呢 就是有比较轻微的症状 那么当然 也有一些呢是得到重症 必须送医 甚至呢 最后死亡的 打了疫苗 特别是打了两针的 我们叫做fully vaccinated 就是完全接受疫苗的这样的人呢 他们实际上 根据以色列的数据呢 实际上对于重症的防护 是从过去的97% 只是降到94%而已 因此的话呢 如果一个社会 一个社区都打了疫苗 而且是完全打了疫苗的话 也就是接送了两针的 这个mRNA和一针的 这个J&J的话呢 那么实际上呢 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他得了以后会变成重症 哪怕是他有这个 所谓的突破性感染 也就是打了疫苗仍然得的 那么本身这个几率就低 再加上呢 他对于这个重症的防护 又是很低 所以的话呢 就不会对当地的医疗设施 造成了冲击 然后使他瘫痪 那么这从这个整个 社会的运作也好 医院的运作也好 那么民众打疫苗 是对于整个的社会是好的 另外呢 现在也有调查显示 自从加州开放过以后 我们看到因为 Delta变种的关系 特别是在南加州呢 所以阳性的病例呢 开始增加 可是这些增加 得到阳性的病人 99.5%以上 他们呢 都是没有接种过的人 换句话来说 接种过的人 他们得到的突破性感染 还是非常小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死亡的病例 那死亡的病例呢 也是在很多州的这个统计结果呢 就是99.5%以上的死亡病例呢 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 那么换句话来说 其实打疫苗不仅仅是能够保护你 能够极大的降低得重症 并且死亡的几率 同时呢 也降低了整个社会 对于当地医疗资源的挤兑 所以有百利而无一害 你还在等什么呢 其实新冠不会消失 至少在未来的一年两年 是很不容易消失 它只是会不断的突变 所以呢 其实真的就像流感的一种情形 它时间到了 可能就再突变一次 你看我们刚才讲 Alpha Beta Gamma Delta Lambda 这些就已经开始 它它的图片还会继续的变化下去 所以其实社会上 有新冠的变种 真的有可能 就是在未来的两年三年期间 如同感冒流感 当然我们希望它越变 越不会那么致命 但目前并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不打的朋友 可能需要知道说 这样子脱下去真不是办法 如果您有在职场上班 想想看有多少 很不方便 很不实际的情形 因为大部分同事还是打的 如果自己是唯一唯二没打的 这很多事情真不方便 对吧 在办公室开个会 或者是跟同事出去吃个饭 或者是如果你要跟上级 或者客户见个面 有诸多的实质上不方便 而且对自己也很危险 因为这些环境当中 就开始混杂各样多种的变化 那自己真的是置身在一个危险 所以我想不论 是从各样的角度 刚才讲的 甚至从一个生活工作 以及一个正常生活总是要恢复 既然长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病毒 那么比较实际的方法 其实真的还是尽快把这个该做的做完 那像苏承讲的 整个美国在今年初的时候一天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现在所有这些他们有的这些副作用所引起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像刚刚上上长讲的打了之后最起码就不大会演出要去加护病房 谁会愿意这样 所以希望这些是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论述 都是一件该做的事 苏承你说的是不是 是啊那特别好如果你现在去打的话 你应该是属于在90%的保护的里面对Delta变准是90% 因为你刚你现在打了你的那个抗体是是是是最强的 那刚刚刚刚讲到讲到这个流感 刚刚上也讲到说这个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如果大家很多人去医院的话 我们这医疗系统就垮了嘛 就造成死亡力攀升 这个就是有些朋友就讨论说 这不就是个流感吗 对不对 其实跟流感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以前有流感 有没有发生过这个这个医院举报的事情 不会啊 因为这个传得太快 传得太快 然后呢 当然它的这个症状复杂也跟那个流感不一样 这个我们都知道新冠有很多人是死于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的 所以这个是比 我个人认为是比流感严重 但是它最可怕我觉得就是忽然间一下子 如果是慢慢的大家排队生病 可能还好一点 可是它就是我们都看到那个印度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那个曲线冲上的时候之可怕 所以那另外讲到再回到讲到打疫苗 其实你仔细想一下 其实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牌 都不是完美的牌 对吧 疫苗这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牌 但是呢 对美国人来对美国这个社会来讲 是不可能完全像像中国啊 像像台湾那样子 他们可以这样子的像澳大利亚像关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选择 他不会自己离开 我们要么就是我们我们需要抗体 这个社会才能够回到恢复一点正常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再关了 就算就像加州之前也说要要大家关关 没有人听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仔细想想看 没有没有选择 那其实美国已经是被给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就是有这么好的这么好的疫苗 其实现在美国肯定是全世界最被这个最被这个羡慕的国家 而且美国现在也也这个捐了很多的疫苗给全世界 因为的确需要大家一起配合 我觉得其实就是疫苗跟变种的一个一个比赛了 因为变种的话 你刚刚你们刚刚讲那些 还有一个最新的没讲叫那么大变种 听说是秘鲁出来的 那个好像更厉害 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一个比赛嘛 你拖得越久那个变种就越 就越传染力越高 当然我们都希望传染力高的话 反而病情比较低 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当你足够数量的时候 就算你没那么严重的话 也是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 不只是新的这个疫苗产生的比赛 而且是这个疫苗被使用的比赛 这个疫苗很漂亮 三期临床实验已经很棒了 百分之九十几 What more could you ask for 但是你不在我身上 就对我没有用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比赛 那我觉得展望未来 因为全世界很多地方还没有打了 虽然美国有可能再达到一定的百分比 我们就群体免疫了 对吧 但是因为全世界很多地方没打 所以很难避免会有新的 我个人认为这些变体产生 所以这是一个持久战 但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资料公司 很快出好的疫苗 可以对付这个新的这个变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